加拿大華人年鑑選出的醫學界 結出華人的 現在我們有請和博士 跟我們講解一下 BioM2000用了這麼多年的流藏研究 究竟這一部儀器 怎樣令人體發揮一個保健的作用 有請Dr.Wong 謝謝大家 如果分享效應 我想三個字非常好 結束今天的講座 大家可以吃東西 大家很開心 但是這樣說 可能是太過教韓課 我又要解釋一下 我嘗試將這四個功能 其實我經常都說是五大功能 再分析一次 剛才Dr.Wong已經很仔細地解釋了 我嘗試再從不同的角度看一看 第一個 這個BioM2000這個儀器 我們首先說 它有一個高電位的效應 四大功能當中 是一個高電位的效應 我們在箭嘴上 高電位是利用高電位和微電流 其實這是兩顆的 我一直都說 這個叫做五大功能 我經常都說五大功能 因為微電流是一個很強的功能 我們有時就會忽略了 或者沒有特別刻意留意它 實際上 很簡單 人的細胞就是耐電的 好像電池一樣 當我們來做高電位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的認識就是 我們充足它的電 電池充足電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精神 自然就會精神 這個比較好像簡單了少少 可以簡單了少少 來看看 所以裏面也說了 對人體 慢慢有些字眼 對人肯進行充電整形的微電流 調節血液的酸鹼性pH 實際上 有很多的博士或者教授 或者有少少會混淆 或者搞錯了 就說 我們的血液 pH 我們叫做酸鹼性 是說的pH 血液的pH 是永遠保持不變的 血液的pH 是7.3到7.4 是定位的 這個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的血液pH 經常都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很難生存 但是同時 就是當這個高電位 來充電效應的時候 它會令到裏面的電子變化 我跳下去 直接就講到下面那裡 我教書習慣了 都跳來跳去的 人體的血液 跟其他的生物組織一樣 都是由於各種的電位 離子物質組成 其中乘負電位的陰離子 佔多數 血液的pH值 亦都是弱簡性 這個很重要 其實就是整個key 意思就是說 負電位或者陰極離子的時候 就令到我們健康 令到我們行簡性 我們經常都說 身體要行簡性 如果我們身體酸性 就是慢病的根源 所以我們要吃多些蔬菜 現在吃多些蔬菜 吃完蔬菜就可能踩著BioM 一起吃蔬菜 這個沙律 更加好的效果都未定 雖然未刻意做這個研究 但是呢 我再提醒 就是我們的血液的pH 是穩定的 是7.3到7.4 很多時候我們叫做7.35 其實是用中位數 如果我們偏離的時候 我們會出事 但是當我們的身體 食用的東西 或者我們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們知道會製造很多酸性反應 或者我們煎炸食 或者我們吃的食物 帶多糖分等等 我們會製造酸食 是怎樣製造呢 我們的身體的血液 有兩類來控制 第一呢 就是你的抗物質 你的抗物質 你吃的抗物質裡面 含高簡性物質的 就會令到你的身體 走在簡性質健康 或者反過來 第二部分就是 我們的離子變化 就是當我們的血液裡面 或者我們的身體裡面 這個負離子或者叫陰離子 佔多數的時候 這個是身體自己做的 一方面就是我們吃回來的 一方面我們身體是製造健康 我們不斷的身體想製造健康 所以我們身體不斷來調教 這個陰性的電位 當這個調教的時候 這兩類是令到我們的血液 帶簡性的 如果你今天 或者昨天或者早餐 吃了很多煎炸食物 或者你今天很大壓力 今天很大壓力 或者最近很大壓力 睡得不好 我們身體一邊調節酸性的時候 身體會製造什麼呢 剛才剛才有一位癌症的病人 就問我一些問題 我嘗試去解答 其實病態的成因 或者癌症的成因 當我們很大的壓力 我們的食物各方面 是製造強酸性的時候 我再提到血液是穩定的 它會怎樣呢 將這些酸性的梨子 或者酸性的物質 向身體各方面的脂肪細胞量去推 即是收起來 將它收起來 因為血液要穩定 血液不穩定就出事了 將不穩定的因素 推到其他地方收起來 等於好像突然有親戚朋友來探望你 怎麼辦 我先把垃圾蛋放進去 不過我經常都忘記收起來 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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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收越髒垃圾 越收越多東西 一樣的 我們身體其實製造一個病變的時候 或者甚至嚴重成為一個癌症 就是我們將這些物質一路收起來 所以電位的效應就是 第一 差高電力 令身體走回 第二 它的電位走的時候 導致血液帶動它的陰性效應 來製造鹼的效應 身體的酸性就開始排酸 就是這樣 所以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效果 製造了我們經常講的排酸性 基本上 第二部分 我們講一講 其實 對不起 我應該提及 什麼都要講一講 就是微電流 我們知道電位 我們一個講電的時候 一定是講兩件事 第一 就是講電位或電壓 第二 就是講電流 OK 電位或電壓裡面 這部儀器 二萬度 另外我們講電流 電流裡面 它是一個微電流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現在很多公司 我不提名字 你去到崇江八卦公司 買一些什麼儀器 很多時候都會叫做微電機器 其實不是的 其實是假的 什麼意思呢 微電 我們有一定的 meaning 意思就是說 一個叫微電 我們叫微安培 微安培是microampere 意思就是說 我們電在走的時候 在大廈的電裡 以安培來計 ampere 安培計 如果我們叫微電流 我們是一百萬分之一 安培才叫做微電流 現在很多充斥市面上的儀器 叫微電流 其實它是叫做 毫安培電流 那些毫安培電流 所以身體是沒有什麼益處的 但是微電流 對身體就很有益處 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微電流的效應裡面 微電流我們也叫做 細胞電 OK 即是我們身體細胞裡面 需要的電流 你過高其實沒有用的 你用對它的波數才行 微電流 就是剛剛給我們身體細胞 進行所有效應的電流 太高的時候 其實是在燒壞身體的 所以要配合下去 那 巴胺2000的微電流 是300個微安培的效應 在微電流裡面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研究資料 微電流可以有止痛、消炎、殺菌、修理細胞等等功效 很多時候有很多人打電話 就用了一部機器之後 他說我的腫也會少了 我的痛也會少了 我嘗試很簡單解釋 從治療效應 微電流的效應裡面 第一 當微電流經過你的腳 或者經過你的座肉 或者經過你的耳肉等等 經過你的肌肉的時候 它首先會令到受痛楚的地方 產生一些叫做Andorphins Andorphins 或者叫做安多芬 大家知道安多芬在身體裡面 是用來止痛的 是一些天然的止痛劑 就是你接觸它 當鼻電流經過你的時候 身體就會分泌 細胞就會分泌這些安多芬 就開始幫你止痛 所以你會做一下做的時候 它就會止痛效應 第二 有些曾經有人問過我 就說 它的傷口是有陷隆流血等等 有流血效應 在治療當中的時候 傷口似乎做了沒有幾次 它很快就好花移結 原來實際上微電流 另一個效應就是 當電通電的時候 在陽極那一刻的時候 它會將流血的血液移結 然後將它 好像剛才阿多德高說的時候 是陰陽兩面變化 正腹極變化的時候 一到陰極的時候 變化 將那個移血再稀釋 變成流動形態 這個複合的效應 就很快幫你止血 雖然如果你是流血受傷 當然啦 你這樣撞車流到爸爸醒來 難怪你 先去醫院 先止血 我們說 阿多高我想來試試這部機 你踩袋馬上馬上就止血 沒有止得那麼快 不過效應裡面 是絕對可以止血 根據我們的研究 如果從微電學研究 它最小的速度 令你的傷口似乎是快的 即是如果你下次不小心弄傷 真的受傷 真的受傷 你包紮了 或者你真的斷了骨 OK 那你首先就照X-ray 這個肯定要這樣做 但是我會提議你 用這部機 因為它的速度 至少會將你的骨落合成 或者血液 或者其他的壞損壞 至少會快六倍 這個是肯定性的 它也可以很明顯消腫 很多我的病人跟我說 很快在紅腫方面 那些腫了之後 很快去退 理論其實就是 當微電流經過肌肉的時候 它有一個效應就是 它會將裡面的蛋白質 我們的蛋白質 就會拖離到淋巴 在淋巴又移動 當這個蛋白質移動的時候 其實就會同時將水 水中的水 或者發現積水的水 透過這樣效應 在蛋白質效應裡面 是拖離到淋巴 然後就排了水 在消炎效應裡面 我們也做了一些統計研究 就是 0.3到300個微安培 它是有殺菌的效果 所以這部機器 300是設定一個很好的度數 高的度數未必一定太好 反而低的度數 我們做出來 它去到顛峰狀態 有些去到500 但是複合如果在電壓裡面 500就不可能 就要降到300 原來它可以殺菌 所以你不要擔心 有時候有傷口或者方便 當然有傷口 不是用傷口踩住它 但是在電流經過的時候 原來它是殺菌效果的 即是可以在電流經過你的傷口的時候 膝頭歌箱可以用腳踩住 不用用膝頭歌頂住 電流經過的 一樣可以做這個效果 第二個發覺就是 我一定要講的 就是因為每一次我去到培安公司 我當然是看到張先生 貼著機器做Facial 我就在這裡研究 為什麼時間這麼好呢 我去查一些資料研究 原來發覺就是 這個微電流的時候 它會產生第一件事 當電流經過細胞的時候 它會產生高量的ATP 三輪酸腺菌 這些是人體的體能 即是令到細胞 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健康 我們細胞健康 是靠一些我們叫ATP 的體能 三輪酸腺菌 這樣就令到細胞 越來越健康 它的電位就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強 兩個相得益張效應 當這個ATP升高的時候 它會在細胞內的 我們叫做腺粒體 但是在細胞膜 即是細胞外表的時候 它就會引發 這個電經過的時候 這個微電經過的時候 它就會引發一些蛋白質 這些蛋白質 我們叫做Aminobutyric acid 特別加種化的蛋白質 好像我們經常說的 膠原蛋白 一聽膠原蛋白 大家知道就漂亮 就知道漂亮 比較容易 這些Aminobutyric acid 這些蛋白質 它可以去到你受傷 或者老化的皮膚的時候 它就會在蛋白質 複合製造新陳代謝 令到皮膚慢慢慢慢慢慢 越來越健康 就會將老化皮膚越來越健康 還有我們剛才解釋過 陰陽或者正腐極的變化 是令到蛋白質 或者其他其他積聚的 融解和結合 融解的蛋白質 再結合的時候 原來是一個很有效的去除皺紋的效果 所以我就在觀察張先生 這些皺紋好像越來越少 越看越少 每天都用很多次 所以大家有活跡 回到家的時候 做完治療 記得在臉上做 做一個therapy 有漂亮的效應 第二部分就是溫救效果 溫救是利用熱能產 增加皮膚表面和皮下組織的溫度 以及刺激人體 感覺和感應的反應 透過熱量 加速所有吸收效應 但除了這個可以做的時候 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做的是坐著做 坐著做 坐著坐著做 也可以在意欲 也可以在腳踩著做 其實在不同的程度下 溫救還有一個更加 exciting 更加好效果就是 在意欲、足欲、其他附帶 任何一個地方的時候 溫救是一個很刺激的穴位效應 在經絡上是一個通經絡的效果 第一 它刺激的穴位 包括耳仔穴 或者腳部 腳部我們相信有66個穴位 佔人體大約的十分之一 一般相信人體穴位 300個穴位其實是錯的 人體穴位是超過300個 一般相信人體穴位 經絡是十二經絡 是錯的 因為研究當中 起碼有22經絡 所以 在刺激腳部的時候 或者刺激其他地方 譬如刺激腳部的湧泉穴 太沖 忍白 等等 坤崑崙這些穴位的時候 其實同時製造一個溫救效應 就好像在做穴位治療 或者經絡治療 第二部分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經絡上面 如果在一個治療效應裡面 溫救的效應 是可以去除經絡裡面的寒氣乳濕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相信我們叫寒乳毒結 如果在中醫學裡面叫寒乳毒結 就是說寒氣太靜的時候 它會製造問題 那什麼寒乳毒結呢 我們分類五大類 大寒大熱 一邊數下去 但是大部分的人 在年紀各方面 或者天氣影響 體質影響的時候 我們開始累下去 我們很少是大熱出事 多數是寒 在經絡上面受寒出事 或者有些時候 有些女士走過冷氣的地方 試一試 又病一病 又會頭痛 所有這些症狀 都是經絡上面的寒乳效應 所以做一個溫救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通過經絡 所以經絡效應 在溫救裡面 是另一個 或是第三個效應 那超常電磁波 我嘗試很簡單 解釋超常電磁波 電磁波的主要效應 就是令到磁化它 最基本我們覺得 就是令到血液循環 令到血液循環 除了文章上面 就是超常電磁波 令到人處於安全有效的磁場當中 使各種器官與組織 在磁場作用 得到磁磁 這幾句說話 特意寫出來 是比較重要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一個安全有效的磁場當中 因為我想 等一下可能會有人問 我們經常都說電磁波 電磁波不是有害的嗎 聽手提電話就是電磁波有害 對嗎 電磁波 手提電話陰影 肯定會影響腦功能等等 這些肯定 但是這個安全的電磁波 就很重要了 意思呢 安全的電磁波一定低 不可以高 不是讓人都是高好的 在電磁波裡面 我們用Hertz來代表的時候 我曾經跟發言家談過 他也分析給我聽 這個裡面的電磁波很低 低到低於電燈 低於電燈 如果我們擔心這部機器的時候 我們就擔心坐在那裡的電燈 所以這個是絕對安全的效應 效應裡面 這個電磁波的效果就是 其實就是把我們的細胞磁化了 很多時候現在我們很多治療都是磁化效應 就是做這個效果 這個磁化第一 令到血液循環快了 這個是最常見的 最常見的效果 產生了新陳代謝改變 第二類就是 原來磁化一個血 一個細胞 或者磁化你的肌肉 當磁場在裡面的時候 你想一下你的肌肉 這個細胞有大磁效應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熱能 產生這個熱能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溫熱效應 通常溫熱效應 我們要以焦耳來代表這個熱能 這個效能 主要效應是用來止痛 消炎和殺菌 所以有幾方面可以做到這些效果 幾方面可以做到 但是如果這個磁化很高的時候 它就會有損傷性 所以我很不斷提及 這個儀器我們很小心 我們會看它 它的磁場是低磁場 是低磁場 這個問題是我開始接觸這個機器的時候 我會不斷問的問題 不斷問的問題 Until發明者解釋給我聽的時候 它製造這部機器 它製造多少個焦耳 製造這部機器的時候 它的磁場是多少 我就很安心了 因為那個磁場是低於50Hz或以下的時候 我們知道對身體不會構成有任何危險傷害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電磁波在身體細胞裡面 它會令到你的細胞 每一分鐘大約震動三千次 你踩著你不覺得 當然是覺得有點電 其實你整個身體 你再下次踩的時候 你用第二個感覺 你發覺整個身體都有些震動 其實你的整身的震動 每分鐘是震動三千次 到三千六百次 它會不斷震動 這個震動效應的時候 其實就是將你搖散 讓你身體裡積碎的東西搖開 讓血液循環的時候 可以帶走污染物 這就是做出來的 所以下次你試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坐在這裏 你會感覺有電的感覺之餘 你會感覺有些震的感覺 我覺得很少人和我 很少人提供 提供給我看 很多人會問我 為何坐在這裏震動呢 until 我有一個病人 他很強 這個小孩 特別強 他坐在這裏的時候 他簡直告訴他媽媽 現在的電去到哪裏 閒電流通 不是一下就通到頭頂 可能通到膝蓋的 我們找一支筆去試它 試一下電 他現在通到膝蓋的 膝蓋真的響了 想高一點就沒有電 他有一個感覺 但是你一路做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震動效應 你整個身體都在震動 這個震動是每一個細胞 每一分鐘震動的三千次 你可能不察覺它 下次你做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幾個人的 這樣震動 這個震動的效應 其實就是把髒東西帶走 最後就是軟紅外線 軟紅外線 軟紅外線是很常見的 是很有用的 軟紅外線 其實就不用說了 因為所有現在的儀器 都講軟紅外線 軟紅外線其實我們有個歸類 第一 軟紅外線必須是4-14nm 這一個叫做靚的軟紅外線 第二 軟紅外線我們叫做生命光 或者叫做人肉光 有些軟紅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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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紅外線在BioM裏 是製造一個效應 就是製造一個生命上的人肉效應 它加強了身體的體能 軟紅外線是太陽光的一部分 肉眼看不到 其熱能可以滲透皮膚 內皮下組織 造成共真共鳴 而產生的熱能量波 有些軟紅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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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一部分 其實紅外線 這個紅外線的效應 剛才我們說的是 一個人肉光之外 它是可以令到身體內 每一個水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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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震動 我們身體含的水分 一般相信是69-72% 我們經常說 我們身體的水分是70% 我們的血液 大約是93-95%之間 即是我們血液的含水量 甚至我們的骨頭 也有二十幾%水 所以每一個細胞都有水 通常是荷包少些 所有地方都多 所以當紅外線經過的時候 或是做治療的時候 你每一個細胞裡面的水分 都在這裡震動 每一個細胞都在這裡震動 這個效應在這裡震動的時候 它是做排污的 它會排污 因為它震動的時候 你的細胞裡面 帶著一個髒東西 是透過水分 拿營養給你 拿氧氣給你 和把髒東西拿走 如果你的水分 在血液、骨頭、內臟 在每一個細胞裡面 都有震動的時候 它就很有效地 將水源、營養、氧氣 帶進來 將不好的東西帶走 但是同樣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的水分 不是每個都同一個水分子 如果在水分子研究學校裡面 我們一般相信一個水的結構 是六個水分子走在一起 其實就是最好的水 這個水分 它的體積 如果我們用核磁共振 叫做35hz 這是最好的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身體的血液裡面 細胞裡面 骨頭裡面 骨頭裡面的水分 可能是三十個水分子 五十個水分子 貼在一起 我們看不到 甚至一杯水裡 我們看不到 但是我們用核磁共振 可以量度它 但是量度它的時候 我們需要將你的身體 你身體裡面的水分 全部打散 將五十個三十個水分子 打成六個 OK 就是用軟紅外線 OK 所以現在很多 甚至雷水器 都會說用軟紅外線 效應就是將水分子打散 所以巴溫二千這部機 它有軟紅外線的效應 就是令到你身體的水分子 由血液到骨頭 全部拆散它 令到它的流通度加強 流通度加強 它就可以入到細胞 可以出到細胞 如果不是 你的水分子太大 進不到細胞 那你變成 其實是 全部是頂住在這裡 叫做死水 但是如果它打散了之後 你的血液的細胞 或者血液裡面的水分 或者你的細胞裡面的水分 細到去到六個水分子結構的時候 它就可以很輕易地 離開細胞或者進入細胞 這樣才可以帶動到你 將髒東西走出來 所以你用這個巴溫二千的時候 我們會提議 你先喝杯水 或者喝兩杯水 再做的時候 每一個結構 剛才我們說五個功能 或者四個功能的時候 紅外線是其中一個功能 令到你的細胞裡面的髒東西 排走出來 所以你用完之後 你想去廁所的時候 你發覺的小便會髒一點 你發覺的小便會有些臭味 很多人都問 為何用完之後 我叫我喝兩杯水去做 做完之後 去廁所 好像廁所裡面 那些小便這麼壓的 這樣 不是你之前吃了什麼問題 而是 裡面的儀器裡面 那些五個功能 那些四大功能裡面 其中一個 四個功能都會有 但是其中一個最大效應 就是紅外線 推你的水分子變化 髒東西 排走出來 當然 五個功能裡面 五個功能都很重要 五個功能都很重要 最重要的突破 我覺得是電壓效應 第二是微電效應 第三個效應就是紅外線效應 第四個效應就是磁效應 第五個效應加上去就是溫革效應 五個效應都很重要 我希望今天從小小的角度 再深入一點 如果下次有機會 我就說深入一點 因為太深入的時候 大家就沒有什麼興趣 大家等著想吃東西 所以我暫時在這裡 希望有很多問題 以往很多人問我 關於這部機器 為何這件 為何那件 我一次說完 那你下次不用找我 好嗎 OK 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相信今天大家都獲益良多 我們再次多謝兩位的博士 方正 好了 相信現在 大家聽完之後 都可能對這部機器 仍然有些疑問 我們現在開始 就是一個發問問題的時間 有請兩位博士 上台就坐 如果有疑問的嘉賓 可以舉一舉手 我們會有負責的同事 就遞一遞咪給你們問問題 麻煩你們 有請 如果我們 剛才你說 吃健康食品 就用這部機器的效果就可以了 如果我是沒有吃健康食品的習慣 那用這部機器對我們的身體 或者健康有沒有幫助呢 或者高博士 可以 推移講之 如果你吃藥 或者健康食品 那個效果會增強 但是 剛才已經說過 用包M 這個能量充肉 它能夠增強那個經濟 那個運動 就算你正常身體 你吃飯 吃菜 或者吃其他東西 都需要將養份 養料 輸送給細胞 只不過是有些人 譬如他身體 是有些問題 或者想自己健康些 那他譬如用一些健康食品 那個效果就會增強 好 謝謝 還有其他人 前面這位 譬如我本身都挺健康的了 那我部機器還可以幫到我什麼呢 請問 健康就 不是永恆 人是會衰退的 還有隨著環境的改變 最主要就是有兩個因素 你要令到那個金揚交替那個 你要令到那個身體 能夠適應任何的變化 如果一個人 我們做藥物研究 或者健康食品研究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想帶給大家的訊息 你未有病之前要預防 你有病的時候 你就會跟我說我已經病了 那時候已經不是預防 所以你要保持一個 極度能夠身體調節的一個狀態 那就可以預防任何的病 我們有得搶答嗎 我們有得搶答嗎 我要掌握 實際上 當一個小孩出生的時候 我們發現嬰兒的電壓是最高的 隨著年紀一路長大的時候 那個電壓會下降 這是一個衰老效應 去到老人家的時候 電壓會很低 去到難聽說 死亡之後就沒有電壓了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我們可以 一直保持你的電壓 你的電壓是最高峰的時候 你的身體不單是最健康 而且你是 不要說不老的傳說 但是起碼可以延遲那個衰老的效應 會差很遠 所以我們真的會提到 在未病之前去保養 在未衰老之前 我們就健康起來 因為很多時候 特別我們做醫學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 有些關鍵的年齡 關鍵的年齡是什麼呢 譬如是三十歲 奉在十字頭那些 四十歲 你發覺四十歲 三十九的體體也沒什麼 因為四十二歲好像不太同樣 所以這些年齡 其實是一個特別的 creditable time 是會突然間身體會衰微的 所以當然我們不是說 三十九歲才做 但是這個保持效應的時候 令到我們 always keep 最高的電位 最高的體質底下 大家都想靚 大家都想健康 所以這個是一個保健效應 我覺得很強硬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現在 最後一條問題 發問一下 有沒有 後面 左手 不好意思 我想問你 我媽媽有糖尿病 可不可以幫助她 在包含這部機器來說 以我的經驗來說 是一個比較快的效果 一般來說 我們反而 就是留意我們的病人 如果她有糖尿病 她必須大約做了治療 一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 她要開始接觸她的糖尿 我們發覺大部分 我們的糖尿病 或者是別的病人 而是她有了糖尿病 包括 因為我醫癌很多癌症病人 癌症病有時 她可能也會有糖尿病 是這樣的 我們都需要她看護膚 因為我發覺 在大約一到兩個星期 某個程度 她的糖尿會開始下降 會開始下降 所以對糖尿病來說 是相當有效的 第二 就是糖尿病 如果在功能上 是我們的胰島素分泌 剛才我提到的五個功能 是可以令到細胞和內臟活化 變成了癌症功能 或者其他內臟功能 某個程度是會有好轉的 某個程度是有好轉的 所以她的分泌度數會有幫助 第三 就是在日本做了一個研究 就說 現在其實很多人 分泌胰島素是分泌的 但是胰島素 因為污染環境 或者細胞內臟污染的時候 她的胰臟形態會變了 即是三層的形態會變了 而身體不懂得用胰島素 而出現糖尿病效應 所以在機器上 特別是紅外線 高電位 這幾個效應 都可以排除 身體胰臟內的細胞 或者胰臟外表細胞的污染度 令到胰臟分泌的胰島素的形態 走回正常 所以在我的經驗當中 很快 你要留意她 如果她吃開東西 或者打針 你反而要看著 她會降下去 然後 你便開始幫她 或者找一位醫生 幫她慢慢減糖尿病 有一定的功效 差不多每位糖尿病都有效果 我已經撐開 對 我已經在說 好 不可以 搶答 為何我要搶答 因為我本身都有研究糖尿病 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是不死得人 有什麼死得人 是糖尿病的併發症 糖尿病的併發症 最大的原兇就是血管的病變 最主要就是防止這件事 有五大功能可以增强血管的灌注细胞 所以糖尿脚就是因为脚的组织没有血道 病变了 脚也要切 还有观心病 都是跟血管病变有关 所以糖尿病除了血糖要控制得好之外 所以你控制得良好 也没有糖尿病控制得太好 所以就有一个病变出来 视乎你控制得多好 病发症的机会有点大 有些冒移器包M2000健美移的用家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用家有兴趣想分享一下他们用这部机的经验 没有 有没有 小姐 有没有 小姐 贵姓介绍 姓劉 刘小姐 姓劉 刘小姐 我本身也是一个治疗师 但是这部机在人介绍我用到现在为止 我发现有好处就是当你用的时候 在我们美容界来说 用任何一部议器都需要一个人去服侍这部机 去照顾一个人 或者就算你自己用也花很多精神 但这部机是不需要的 你坐在这里 是我做这一行多年没见过那部这么懒的机 我想大家如果用过这部同感 因为它是不需要你做任何东西 你只是喝多些水 坐在这里 或者你把你喜欢的部位放进去 或者坐在这里 它已经可以收到完期的效果 又或者正如刚才两位博士所说 你只要用一些药物 或者一些治疗师 或者健康食品 加强它的效果 所以出来的原生非常理想 就是我自己本身的好体验 就是说我本身是腰骨痛 是经常性会引一作痛的 那大方用了之后 你会发觉腰慢慢舒缓了 还有有时你会觉得 腰是比过去更加好 会舒服和柔弦一些 另外如果你在美容上 在美容上 刚才也说过 可以做肌肉 我们很多时候会查到 比较好的产品 会在肌肉用 你会发觉皮肤收紧得很快 提升得很快 有些女士 现在市面有很多事流行 吃药物去健康 这个我是经验之谈 因为我自己都会用 一类保养的身体产品 你用完之后 你放在适当的预备里 你会发觉 他就真的与其中收紧 提升的效果 比吃药好 谢谢 谢谢 其实有没有一些部位做了 可能会对腰骨好 或者只是做腰 或者做其他部位都可以 豆腐吗 通常香港就典型了 腰骨痛或者肩膀痛 我们做一个大城市的研究 30岁以上平均80% 都有类似不同的努损或者痛症 香港也不例外 香港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在这些问题上 在治疗上 我们会延连提议 第一就是充电 整个人都充电 就不会只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简单 做了大约半个小时 然后在痛症的部位 我提议会再做多半个小时 预期效果就会很好的 就是先在 譬如说 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我们会提议 我自己会提议 先做了脚半个小时 接着做坐 做坐 在盆骨上面 来上升做效应 这个可以处理女性 女性和男性很多的问题 例如子宫问题 卵巢问题 或者男性的前列腺 性功能 都有帮助 然后视乎她的腰骨痛 在腰椎的部位 第三部位 就放在痛症患处 这三个部位 做出来的效果 你会很快会看到 有效果 好 谢谢 董事长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 想分享一下她们的经验 没有了 前面有位 多久 我说用的时候 最好就不要只有一部机 最好用起来的时候 有两部机 甚至三部机 一起 再省时省力 一边坐在那边 两部一起来 三部一起来 那她们才是最快的 如果没有人在香港的话 那其实现在会有一个小小的 自纪念品的仪式 那我们有请姜丽岡先生上来 和我们奔法纪念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高纪念品 谢谢大家 可以先帮她 先帮她 今天很激烈 歡迎大家來臨 我們亦有小食來招呼大家 而且我們亦預備了小禮物送給大家 大家留守之前 可以在reception 同時送一些小禮物給大家 今日的發布會議就結束了 多謝大家